同學我們要看到這一題 這個是D D選前提的豬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呢 對同學來講很多同學看到這一題的時候都嚇到 都嚇到 然後有時候你就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 因為看到這個AT加VR 你就嚇到了 那其實這一題來講 我當老師的我看到這一題我都很開心 為什麼很開心因為他這一題其實思考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只有一條路可以想 他只有一條路可以想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把每天賣出的價錢 算出來之後 等於3720 他只有這條路可以想 所以同學如果有其他想法雖然也做對了但是都是 不大好的 都有點這個 都有點想太複雜了 其實這題的想法很單純就是一條路可以想而已 那你說老師那怎麼做呢 這題非常簡單就是 每一天賣出的 公斤數乘上每一天的單價 每天的單價40元也好 36元也好 32元也好 乘完之後加下來機器 等於3720 那題目的很清楚 他第3天賣T公斤已經清楚了 所以我們第3天 T公斤 那第2天AT加B也清楚了 那你不要去想說 老師AT加B到底是什麼呢 簡單的不要多想 你就照抄就可以 所以第2天 AT加B AT加B 這個不要多想 不要多想 要加高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那這樣重點就是第1天 第1天的話 因為他 所有的香蕉數總共是100公斤 屏幕說所有的香蕉數總共是100公斤 所以你第1天賣多少呢 那當然就是相減就好了 也就是你100 全部是100公斤 去減掉第3天 再減掉第2天 這是第1天賣的公斤數 非常單純 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它就變成100 減T 100減T 減AT 再減B 這是第1天賣的公斤數 好 或者還是交換 好那這個確定之後 你就 很正常的 每天的單價不一樣 你把所有的價錢加算在一起就等於 所有的當個3720元 所以第1天呢 100 減T 減AT減B 第1天的賣價是40元 加上 第二天的賣價 單價是36元 然後你第2天的 處量是AT加B 是36元 再加上 第3天 你賣的T公斤 而它的單價是32元 而這個算出來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總 總金額3720元 接著呢 就是做整理的工作 就做整理的工作 這個乘進去 有個4000 清清楚楚 這個40乘上100 有個4000 非常清楚 那這邊的話 我要希望同學能夠用一點心算 就是40乘到這邊來 它變成40乘上-T 也就是減掉40個T 然後完畢之後 這邊有 32個T 隨便-40個T 去加這32個T 這個叫同列項合併 負40個T加34個T 很明顯就是負8T 所以這邊有個負8T 這個地方我們要節省一下空間 用點心算 負40個T 加30個T 叫做負8T 然後再過來的話 但是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已經處理掉了 再過來的話 這個乘進來這裡 有個負40倍的AT 然後這個乘進來這邊 有個加36倍的AT 負40個AT加36個AT 但合併起來叫做負4個AT 所以你會得到負4AT 這是AT的部分 也整理起來 最後再來 這個乘進去有個負40B 然後這邊呢 乘進去 再加36個B 負40個B 再加36個B 這加起來應該是負4個B 所以負4B 那這32T加已經算過了 已經跟這個剛剛這個40個T 已經合併過了 所以不用再寫 那這邊等於多少呢 3720 會等於3720 好那完畢之後接下來 你把這個4000移到左邊來 跟3720合併 那就變成 這我先插掉了 應該都超過了 這個4000移過來跟它合併 這個4000移過來跟它合併 左邊就有個負8T 減4AT 減4B 然後這個是 一過來之後是3720 減4000 移過來被減3720減4000 那這減完之後應該是負的 280 那接下來的話很明顯 大家一般來講同學都看得出來 一堆的負號 所以你可能先除以 先乘上負4 先除以負號 然後變成8T 就當然全部變正了 全部變正了之後你可能還是 可能還不過癮 全部變正了之後你可能還不過癮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 這都是4的倍數 所以同學不要再除一個4 所以簡單講 你除掉一個負號再除一個4 也就是除以負4的意思 除以負4 這等於是約分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看了 所以除以負4 除以負4之後他就變成 2T 除以負4 加AT 除以負4 再加一個B 除以負4 等於正70 小到這邊 小到這邊為止 當然同學會覺得說 小到這邊為止 就不知所措 就已經不知道要幹嘛了 可是這時候你要回到 你想到這邊已經不知道要幹嘛的時候 你要回歸題目 看題目到底在問什麼 題目在問什麼 那題目這邊有個第2天 叫做AT加B 這時候就赫蘭發現我這邊有AT加B 剛好就是第2天的數字在這裡 所以接下來就把這個2T比過來 你就可以得到 AT加B 等於什麼呢 負2T加70 你的所求就在這裡了 一對照 一比較係數 一對照比較係數 就可以很容易得到AB的值 A就等於負2 B就等於70 那這題當然就是負2跟70 那這題的話對學人來講很多學人又覺得自己拿不到 但是其實啊 這種題目我剛剛強調過 你在考場上你不能 想太複雜 你不能想太複雜 你要想很正常 也就是他其實是有一種做法 所以你只要很正常的做下去 這個當然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這一題其實是該得分的 所以我們要多拿一題 不要再試試試看 你不要再試試看 我再試試看 你剛剛好幾個 我先看 我先看